这座仅由几根铁锁链组成的桥 却是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 一座非常特别的桥 被称为小卢定桥 到底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大家好 我是影队长和全队长 正开着新买的轿车 挑战川藏中线的路上 现在到了川西藏区小金县 进城前 我们被两座特别的铁锁桥吸引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影队长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小金县近门 这个地方 有两座非常特别的桥 看起来非常的惊险 在底下就是非常湍急的河流 这后面这座桥就是马鞍桥 然后在对面还有一座和这个类似的桥 蒙古桥 这两座桥地理位置比较特别 是在小金和马尔康的十字路口 两边形成了两桥重生的峡谷 地势非常显耀 马鞍桥很快在湖边河上 蒙古桥很快在卧日河上 现在从这个上面走肯定好刺激啊 这两座桥就是当年红军长征途径的必经的一座桥 李先念率不迎接 在1935年的5月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 在同年6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在前面30公里左右的达卫镇会师桥顺利会师 随后他们沿着卧日河顺利而下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正为李先念 在蒙古桥迎接红一四方面军进入小金县城 随后就在这里召开了庶民的两河口会议 蒙古桥和卢顶桥一样 因为其地势显耀 当年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红军曾在这里进行过浴雪奋战 现在在蒙古桥的桥头堡上还能看到当年的弹孔 非常凑巧的是 我们的无人机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在风雨交加的天气下 飞过蒙古桥上空 突然就失控睡机了 这下惨了 刚才飞这个蒙古桥的时候 因为线太多了 直接挂在了桥头上面了 这上面全是前锁桥 是根本上不去的 希望没掉下去才好 来个地方吧 这个怎么死 太鲜了 什么呀 希望没坏啊 没得忘记吧 应该也是因为现在雨下得非常的大 它也受干扰 然后就直接在那个桥头那个地方掉下去了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以礁紫品隧道 万幸的是无人机还能继续战斗 收拾好一切东西 我们沿着熊猫大道G350借小鸡献船逛逛 确实是红色名城啊 道路两旁的路灯都逛了鲜艳的红旗 小鸡献的街道也比较窄 这些地方才是寸土寸金呀 感觉小鸡献的沉淀比较新 小鸡献的地理环境应该可以说比重建还要魔幻 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地质结构复杂 形成了大量的高山峡谷 不过虽然小鸡献算是川藏地区的地域大县 总面积有5570亿平方公里左右 超过了深圳的两倍啊 但是因为处在高山峡谷中人口却只有7万左右 追溯到小鸡献的历史可以到5000多年前 上书余共记载小鸡为梁州之域 而我们对小鸡的认识 除了因为这里是红军长城路上的重要节点 还有很大一部分认识是因为清前多年间 那场折腾了近30年的大小鸡献战一把 小鸡献就是现在的小鸡献 因为当年在这一沿河地带产沙鸡而被叫做小鸡献 在1747年到1775年 新乾隆皇帝发动了著名的大小鸡献之战 这场战役被乾隆自誉为食权武功的战役 因为乾隆皇帝自己没料到会在大小鸡献这样的弹王之地 耗负了近30年时间 20多万的兵力才勉强取胜 从这一点也可见小鸡这里的特殊之处了 另外我们之前吃到的野生松茸也是小鸡欲绝 被国家评为小鸡绿色地理保护标志产品 这是郡中之王啊 当地人告诉我们 目前时候在小鸡云南等地的高海拔大沙里才有 小鸡的新苹果也是畅销全国呀 感谢这位小伙伴可以到此一游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订阅哦